增长 注释几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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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卿 卫卿 护驾 来人 护驾 在 有人要害朕 有人要害朕 陛下 臣已查明皇宫之中确有妖骨之气 如果不加铲除 陛下的身体就不能安康 嗯 用巫骨之术害朕 可见用心之毒辣 想冲 交给你去办吧 臣遵旨 至此 巫骨之祸乱长安 太子刘具与诸多官员蒙受牵连 涉案人员达数万之重 时任周从事的秉急调回长安 任廷位又见 照致巫骨郡抵御 来人 禀大人 您有事 这些囚犯还未审理 怎么已经结案了 这 你这是要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枉法 别磨磨蹭蹭的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 跟你说了别多问 到了 大人 你跟我来 大人 咱们 咱们现在得明哲保身 您看这情势 太子起兵 击杀将冲 现在负罪潜逃 生死未卜 皇上身边还有苏文在 这些案子可都是皇上 这诏域里面 任何一人 任何一案 都必须审理完毕 才能定案论罪 哪儿有未经审理就私自定案的道理 王法何在 您犯不着非得跟上面对着看哪 一派胡言 本官坚守正义公理 维护国家政法 此乃皇命所在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把犯人都送回牢房 后审 是 给老人添一条被褥 这 是大人 马上就去办 这是 吴宝 你就跟着瞎起哄吧 这孩子是 回大人 孩子是太子的亲孙儿 受了牵连 为何一直提哭 是否染病 孩子又冷又饿 大人 求您看在皇家血脉的份上 救救这个孩子吧 你快起来 武尊 你这就去找一间朝阳干燥的牢房 先让孩子住进去 大人 我 我这就去 禀大人 廷尉来了 知道了 请他进来 不用请 廷尉 兵吉 你这个廷尉又贱 看来不服管哪 大人 何处此言 那好 你就把 那一批囚犯 全都给我送来 大人 兵吉身负皇令 严查此案 断不敢 以权谋私 你的意思是 本官谋了私利 下官不敢 只是 我朝律法 没有还未断案 就先行处决的先例 这是皇上预批的大案 正因如此 下官更不敢有负皇命 必当尽心竭力 维护国家政法 哼 若无皇上手谕 下官不敢私作主张 大人 告辞 禀大人 您还有什么吩咐 五尊管辖的监区 有一个叫胡祖的女囚 卷宗上写她产子不久 让五尊去看看她 能不能喂养孩子 是 还有 给孩子换监事了吗 五尊 没有呢 他 有话直说 他说 不愿去趟这趟浑水 叫他过来 五尊他换班回家去了 等明天吧 你随我去趟监事 是 大人 这间牢房是最干燥的 每天太阳照的时间最长 你带着孩子救助这一间 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谢谢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莫痴难忘 大人您看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孩子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到你 大人 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合不合适 我来定夺 可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有我在 你怕什么 再者说 胡祖就快醒完 就算让他养孩子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难道看着一个孩子挨饿 就是长久之计 我知道 你不愿 你不愿躺着滩浑水 大人 我 我这是为了大家伙着想啊 你这是为自己着想 连一点同情心 正义感都没有的人 我也不指望你能 做成什么事 你收拾收拾东西 走吧 大人 别说了 走吧 都安排妥当了 是 辛苦你了 古尊看管的牢房 就暂由你来负责 是 大人 把这给我收好了 是 外面怎么那么吵 我去看看 你安心抚养这个孩子 每个月 我都会从自己的俸禄中 拿出二十袋粮食 作为你的酬劳 谢谢大人 禀大人 不好了 廷尉带人来了 不能放走一个囚犯 待会儿 全都给我押出去 廷尉大人 您这是 禀姬 太子被罪自尽的事 你知道了吗 什么 太子自尽 牵连之人 接应伏法 我是来带人的 有诏书吗 此等小事 哪里用得着诏书 走 大人 您这是私闯诏狱 重罪 我这是为皇上办事 那好 等我上奏陛下 自有定论 禀姬 太子谋逆之罪 已然盖官定论 你再这样顽固不化 可知后果 本官依法审案 维护国际朝纲 不曾想任何后果 女囚是谁 你该不会是让女囚来照顾婴孩吧 正是 诏狱的规矩 我看你是忘了 玩乎职守的罪名 可不小 是的 我这就起草揍书 并明皇上 本官读职 理应授罚 可是廷尉大人 挟持重兵 私闯诏狱 这也是重罪 你这是要鱼死网破 本官只是维护正法 这个女囚 归谁看管 文乎职守 谁负责女囚监视 来人 把负责的狱卒 给我拉出来 是 给我带回去 且慢 廷尉大人 诏狱之内 你并没有管辖之权 一个狱卒而已 不管是狱卒 还是皇亲国戚 只要犯法 当与庶民同罪 只是 必须由赵狱审判定罪 才能交由廷尉执行 这是我大汉律法 廷尉应当谨记在心 哼 丙大人 切记一条 不要让我再发现 你蛮乎职守 这个女囚 应当同南丘分开 不然 你的独职罪名 我一定会承报陛下 走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五谷一案 涉重深广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我作为廷尉右舰 则当秉公办案 不会冤枉一个无辜者 胡祖怀中的婴儿 本是太子亲孙 皇家血脉 这个祖怀大的孩子 在这件案子中 肯定是无辜的 可现在有人想要斩草出根 心肠何其狠毒 不管你们是狱卒还是囚犯 都在这郡府狱中 我的一举一动 你们都清楚明了 今天我就开门建山 我决定保护孩子 如若有罪 我一人承担 如果有人害怕受到牵连 可以不闻不问 但是有一点 你们不能丧尽天良 告密揭发 我们保护的是一个孩子的命啊 禀大人 我们支持您 可是廷尉咬着不放 咱们也不方便照顾孩子啊 谁有办法 大人 在男监室和女监室之间 有一间牢房 可以在那里照顾孩子 如果有什么变故 还能应对 好 现在需要一名狱卒配合 大人 感谢您刚才出手相助 之前是我不对 我愿意承担起康护孩子 和胡祖的职责 好 就交给你了 谢大人 禀大人 您这是招的风寒 没事 上面下令 清理牢房人数 要求尽快结案 禀大人 连续两夜没有休息 书写奏书 上报案情 禀大人 你得注意身体啊 我知道 禀大人 吉人天相 好人自由好报 孩子睡了 这孩子 吃饱了就睡觉 不哭不闹 特别懂事 辛苦你了 胡祖 你已经行慢 可以出去了 说真的 有点舍不得他 你看这样行吗 你呢 留下照顾孩子 其他的不用操心 我还继续从自己的俸禄之中 拿出一部分 给你补贴家用 禀大人 您大人答义之举 我们都心存感念 为了这个孩子 你已经做了太多了 我怎么还好一丝 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 我愿意留下 照顾这个孩子 等他长大一些 我再出去 好 以后你也不用住在监视 雨厅后面就有一间寝房 留给你和孩子住 大人 那是您的房间啊 我搬出去住 我爱 我替这个孩子 谢谢您了 你站住 廷尉大人 等官听说 郡府御 积压刑买人员 快带我去找胡祖 好好好 廷尉大人 胡祖应该在他的牢房里 我给您带路 这孩子真乖巧 大人 廷尉又带人来了 这会儿 武尊正带他去监视 说是要找胡祖 你看见他们走的是那条路吗 看见了 那你抱着孩子 从另一边进监视 千万小心 别撞上廷尉 孩子的性命就在你手上 好 大人 您放心 你跟我来 刚才还在牢房呢 不知道现在 廷尉大人 您又有何贵感 在这儿 胡祖在这儿呢 本官收到密报 说郡府御 积压刑买人员 就是他 胡祖行满 即将释放 何来积压一说 好 那本官就看着他出去 你收拾收拾 回家吧 大人 走吧 还有 这里面我管不了 可外面我还能管 为了防止 闲杂人等 进入郡府域 本官 调用官兵在外严守 出去了的 就不要再进来 站住 我是郡府御御族 他呢 狱中有人生病 这是醒来的郎中 没有廷尔 没有廷尉许可 不能放进一个闲杂人等 你们 来 喝一口 大人 他们不放郎中 进来 好大的胆子 说是乌骨一案未清 现在要严防死守 闲杂人等 一个都不能放进来 那咱们出去 孩子啊 如果能忍住 你先别哭 叔叔带你去小郎中 你的病就会好的 下车 检查 大胆 廷尉又见的马车 是你们能检查的吗 我等奉命 不得放进一个闲杂人等 更不能放出去一个囚犯 哪里来的囚犯 车里是廷尉又见 少废话 检查 胡闹 大人 他们 我都听见了 各位军事 你们是真想检查本官的马车吗 廷尉有令 是也不是 我们也是有令在身 你们如若非要检查 那就查个清楚明白 可我有言在先 如果你们查不出个所以然 休怪本官无情 提醒各位 冒犯朝廷命官可是重罪 轻则发配 重则 看来各位还是明理之人 那本官就不用多说了 敬请自便 各位 辛苦大家守卫 俊府玉 不辛苦 应该的 大人 您慢点 哼 婴儿病育以后 丙吉为他取名 病矣 西汉五弟 争合三年 太子案平反 涉嫌囚犯的死罪 皆被赦免 丙吉 保住了 婴儿的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勇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会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明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www.livetv.org.tw 斜线a-date-sustain.h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质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悦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城塔 福慧圆满 顾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 传真志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观音的慈悲 虽然有些人不识字 但他们却对慈悲心与菩提心 具有极大的医治心 并在生活中持送 on mani be me hon 一般来说 这样的人都具有非常温柔的心 是非常善良 慈悲的人 一个人修行者不在意你会不会读书 但是你的心量有没有很大 如果你心量没有很大 你就一点点小小事 你就会生气啊 痛苦啊 起欲望 但是如果你经常修这个慈悲的无量心 然后你的心量就会骗一切除 然后小小的痛苦对你来讲都不算什么 肉体要死亡了 你的心还是非常的慈悲的 你不会被这个小小的肉体所挂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这个慈悲的无量心 一生病啊 你就怕死啊 怕痛啊 然后就很难过 因为你的心 就是在你的肉体上面 就在你的感情上面 就在你的儿子身上 每天就 就这样小小的这个范围 然后就很敏感啊 就像没有眼皮的眼睛 怕被摸啊 怕被碰一下 就会痛 所以你要观想这个无量心 然后这个无量心的骗一切除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所以各位啊 学咒语 不能 不能 没有慈悲 念大悲咒 要骗起所有的地方都有大悲咒的声音 然后所有的众生 都得到了观音菩萨的价值 要这样观想 这样不断的观想 大乘的禅定不是光大做 大乘的可能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想到了众生 当愿众生 你要吃饭 愿大家都吃饱 你要上厕所 党愿大家 排出去的业障都消除 你要穿衣服 党愿大家 外表庄严 身体健康 所以你每一个动作都是 想着世界众生 不要这样观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